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科技发达了 制造成本更低了 为何价格上涨这么厉害 因为这种燃料被认为是一种可能污染环境的东西 为了避免泄露污染环境 在整个生产 包装 运输 监控等方面 都要全面加强 而火箭燃料并不是什么批量极大的产品 这些环保费用分摊到燃料上 就把价格提高了100多倍 类似的粒子遍布所有的工业领域 大量的产业因为无力承担环保费用 或者环保吃掉了利润 终于倒闭 环保主义者不会认为这是他们的过错 他们依然愤怒谴责企业做得不好 认为他们不能改进技术 但是 环保主义者本人并不会给企业掏一分钱 用于环保费 他们也不在乎企业倒闭 导致千千万万的人失业陷于困境 穷人生活艰难的原因有诸多 其中至少有很大一部分离不开环保主义者过于苛刻的要求 导致工业产业的高成本 他们浪费的不仅仅是社会资源 还可能是许多底层产业人本来可以拥有的幸福和富足 几乎所有的环保主义者都是伪君子 他们经常满世界坐飞机 经常开着汽车长距离自驾 经常住着有空调 暖气的高能耗大房子 他们实际上消耗的物品和排放的污染 比底层穷人要多很多倍 但是他们绝不会检讨自己的消耗和污染 他们会集体熄灯一会儿 叫地球一小时 但是他们竟然坐飞机和特斯拉世界跑 却不去计算他们自己的能源损耗和污染 健康生活编辑部 谢谢收看 健康生活关心您的生活健康 请订阅 点赞 及转传